这几年 我一直在骗你们 我做了假的 假的学历 喂 黎一鸣 是我 那事 成了 临时机团下之后 就开始执行计划书 你那些衣服没摆做 行了 你赶紧准备一下吧 拜拜 来 来 坐下 丽姐 我想看一下最新的业绩表 你是想看一下 你给简爱 谁排在前面吧 截止昨天 你们两个人不相上下 艾米姐 听过没有 牛排啊 是不是特别贵啊 贵不怕 主要带你见见世面 我看啊 那些外国人 吃牛排还得用刀子呀 叉子呀什么的 我也不会呀 不会没关系啊 抓起来就啃 你会不会 自创一个吃法 就跟别人不一样 快点 你洗完手了吗 洗完 行 我马上啊 走吧 走 抓起来就啃 行了 走吧 走 走 吃你 我 我吃 我吃 文欣 有几句话 我想能多跟你说 去 你先占地儿去 一会儿我过来啊 怎么了 什么事 李一鸣他们厂的单子 你让给我吧 为什么 我知道你还没报给老高呢 那为什么让给你呢 因为我是你 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呀 说实话吧 如果是平日里 你业绩不够 想让我帮你 我让给你也没问题 但是清理这个单子 直接引起到 我能不能当上业务主管 所以我是不能让给你的 我知道 可是简爱 做外贸的 追求的是货真价实 业务主管也一样 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 一大品牌 大公司 你什么意思 你除了简爱这个名字是真的 你的那些证书 全部都是假的 一个从头假到脚的业务员 哪个客户敢找你订货 哪个公司敢用你 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我一直帮你瞒着呢 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次 你就是为了当上业务主管 对 我不会让给你的 不 不 不 你别那么快回答我 其实你能当上业务员 你应该知足 把李一鸣的单子让给我 我继续帮你瞒着 你不用想了 你再好好想想 不着急 明天早上十点立会之前告诉我 别晚了 文心怎么是这样的人呀 我看 我看你 距离十点还有五分钟 马上就开会了 开完会再说吧 你想好了吗 会上你不就知道了 你们今天谁先说呀 我先说 好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林氏集团 已经决定将服装加工业务 转入咱们中国 太好了 恭喜啊 拿下一个大单 你们啊 就知道大单小单 外商进入中国 开拓服装加工市场 这对于我们中国纺织行业来说 那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是 再跟大家说一件 跟业务没有关系的事情吧 说 我 我对不起大家 这几年 我一直在骗你们 什么时候要在这里 当初为了当上跟丹员 我做了假的 假的学历 和假的英语六级证书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学的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我真实的学历 只是高中 我才高中的学历 是什么假的 是什么假的 是他国家的 是真看不出来的 是这个 真看不出来的 这酒精中的身价 这酒精中的 这酒精中的 是什么 我嘴皮都磨破了 希望王狗啊 看在你平日里功行不小的份上 网开一面 谢谢你 刘总 我也用人格向王总做了担保 你只是一室活动 其实你骨子里边 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值得公司信任 谢谢艾米姐 业务部联合起了一封请愿书 希望公司把你留下 谢谢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简案 王总叫你进去一下 好嘞 经公司查明市场部一五指缘简案 入职闻名造假 严重违反公司人事管理制度限制 开除除分 不至于吗 这个 有这么严重吗 对 你说简案的工作能力很强 也给公司创造了很多业绩 但是他这事吧 确实触犯了公司的严实底线 难怪呢 你看文心 晋升为市场部业佑主管一尺 什么事 没上 对 没上 怎么可以上来啊 这是 对 对 你想干吗 你别紧张 我是来谢谢你的 谢我啊 这几年我心理负担挺重的 假的文凭 假的英语六级证书 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心里 所以我每次见到你 我都特别不自在 特别紧张 但是今天 虽然我没了工作 但我却觉得 更轻松 更自由 恩欣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姐 亲爱的保重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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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姐